默哀 海軍司令部說明初步排除人為跟機械因素 綜合判斷海象增強 涌浪過高的環境 是這次主要噪音 說明三號操演當天八點 操演區平均浪高約零點六公尺 流向北流 海象當時是三級 風速十節 符合突擊艇的操作標準 八點四十分 海象突然巨變 海上風速達到十三節 接著八點四十八分開始 後方涌浪推擠 造成橡皮艇翻覆 檢調判定殉職人員是生前落水 窒息致死 國防部呼籲社會大眾 一同持續為仍在加護病房 與死神搏鬥的阿瑪勒忠士 集氣加油 我們還有一位阿瑪勒忠士 他是部落的勇士 也是我們陸戰隊的勇士 他現在正在加護病房裡面 為生命而奮鬥 總統蔡英文六號下午 也趕往國軍總醫院左營芬院 探視阿瑪勒忠士的家屬 加油 金家屬轉達表示 目前阿瑪勒仍是昏迷狀態 不過除了肺功能受損 需要葉克膜輔助 體溫心跳跟血壓都相對穩定 另外有關陽性少校親身原因 國防部表示將配合檢察官偵查 向家屬說明 也再次呼籲社會大眾 珍惜生命 原視新聞 勒蓋 珠谷 已故台北市高雄市採訪報導 歇 ears 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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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